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算是响应大侠的号召吧 因为我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支持文贵爆料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呀有一个 就是他的爆料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并且郭文贵是一个极其有胆识的人 非常之勇敢 然后也经过他的精心的准备 大家都知道他的爆料 让中共当局非常之慌张 然后试图去封锁这个真相的传播 封了很多的微信群 因为我也是我自己也有一个群吧 我算是对这些蛮了解的 封很多的号 我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的恶错 如果说郭文贵爆料 如果说假的话 你怕什么 你封什么 你急什么 你恐慌什么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贼心虚 这帮盗国贼 我觉得把中国人都害苦了 虽然我自己已经早就离开中国了 在美国生活 但我真的对中国的独裁政权非常之不满意 他们践踏人权 他们污染环境 他们就是杀鸡取卵的这种所谓的发展 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把一个大好河山搞得就乌样瘴气 就这种雾霾江河湖泊的污染 土壤的污染 真的是 看着非常之心痛 我觉得十几亿的中国人被他们奴役 被他们蒙骗 然后不能知道真相 然后网络还封锁 还有防火墙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能接受 对我一个生活在自由思绪的人 我觉得非常之荒唐 他们的做法非常之荒唐 他这种愚民若民的这个做法 把这个中国人当成猪狗 当成弱智 这种做法 非常的 不得人心 令人痛恨 那龚文贵爆料 正好是揭穿了他们的谎言 他们在 坐在这个庙堂之高 天天的就是 哎呦 脸皮厚的天天在 在那个 人民大会堂做的 教育 老百姓要爱国 然后他们自己呢 实际上是最 最不爱国的人 就是他们就把中国啊 当成一个提款机 然后呢 就是 就是一个提款机 他们 他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一个提款机 然后把他的 他的这个老婆孩子 所有的这些 有血缘关系的人哈 都弄到美国来生活 你觉得这个 社会主义这么好 中国特色这么牛 你干嘛不把你的 这些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清索 全部留在中国呢 为什么要把他们 送到西方社会来呢哈 啊 非常的 就是这种 这种渔民啊 其实 其实非常非常低一级 稍微有一点点老子的人 都会 都会明白 就是 他们这种 这种 渔民政策哈 就是 梦想给14亿中国人 洗脑的这种 这种 努力哈 其实终归是要破产的 我就光贵啊 爆料就是让 更多的中国人 能够清醒过来 知道这个政府 啊 这个政党有多么的 肮脏 恶错 他们对中国人的 这个 这个奴役 盘剥 有多么的深厚 我觉得每一个 有正义感 有良知的 严谎子孙 不管你生活在哪里 不管你在地球的 哪个地方 都应该支持 郭文贵 我觉得郭文贵 他就是代表着正义 代表着良知 虽然说很多人哈 尤其是一些工资 咱们都知道的一些工资哈 觉得支持郭文贵的人 都是都是宠货 都是老残 这个 扣很多帽子哈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个认知啊 非常的不正确 非常的说这种话呢 非常的没有水准 我觉得郭文贵啊 确实是他唤醒了很多人 很多的中国人 心底的这种 这种 良知也好 这种心底的希望也好 因为我也是一个 希望中国更好 中国人能享受 像美国人一样 享受这种自由的 没有恐惧的生活 我觉得 打压言论自由哈 这是 Totally unacceptable 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凭什么别人不可以讲话呢 凭什么不能反对你呢 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反对的哈 在美国 那我支持川普 我可以不喜欢民主党 我就是不愿意投民主党的票 我就要投川普 那是可以的 那是我的自由 对不对啊 你不能说因为我 我不支持你 我反对你 你就要打压我 你就把我弄到牢里面去待着 这个真的是 非常逆天哈 我觉得 这种普世价值啊 应该被 应该被所有的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接受 因为这是常识 我觉得就说 反共 反对共产党的独裁专制 这个不是什么 多高的一个境界哈 这是但凡有常识的人都会来 都会接受的一个一个认知 就说是一个基本的认知 并且呢 也不能说是 反共 反对中共独裁统治 这种需要 什么 什么特别高的学历呀 文凭啊 才可以参与哈 我觉得这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 那美国人这个民主自由的思想都是深入骨髓的 他们 他们肯定是人人都有这种理念的哈 这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 我以前 在我的群里也讲过 追求民主自由 这是天赋人权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 也不是说 某 必须是某些 某些群体的人有资格去追求 任何一个人 都有资格去追求自由民主 法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社会环境 看中国的这个贫富悬殊哈 真是瞠目结舌 你看得很难受哈 虽然说 像我每次看到那个 那个国内的这种 比如说城管打人啊 就是你们算什么 你们都是算什么东西啊 人家就是一个几个城管对付一个女人啊 对付老太太啊 这种这种事情他们都干得出来哈 真的是觉得 真的是完全完全完全接受不了 就是这种对平民的这种欺压 这种压榨哈 中国啊 这个社会就是这个 非常之不喜欢 就是没有这个公平的一个一个社会环境 每个人都是去惨媚这个权贵 有权有势的人 好像就是就是啊 就是人分三六九等吧 有权有势的人就是高高在上哈 下面呢就跟 在我看来哈 活得跟奴隶一样 真的像奴隶 也许你们觉得我我说的好像挺过分的哈 但是我我在美国生活 我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哈 这种作为执政党 作为政府的这种行为 这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哈 我觉得中国人非常悲惨 就是没有选票 就是没有没有这个权利 去选择自己的政府 因为政府我们都知道嘛 这是选民选出来为大家服务的嘛 就跟一个物业公司一样哈 你必须是公普啊 你不能不能掠夺贪污那么多的那么多的钱财 你们创造什么价值了 你作为一个公务员 你创造什么价值了 你自己不是你不是搞企业的哈 我觉得他们没有对社会创造任何的价值 他们就是反而掠夺了老百姓所有的财富 我觉得真的很可怜哈 我有很多的就是当然我有很多的同学啊 朋友啊他们都在国内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非常遗憾的是 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个这个 任何一个其实任何一个政党上去 都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好 变得更强 不是说这个 只有中共在台上才能搞经济建设 其他的其他的政党任何人上去都不可以 中国真的十级人口 人才积极 我觉得中国啊最悲哀的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 就真正的有才能的人上不去 溜须拍马的人全都上去了哈 就是你看看这个他们他们这些当官的 有一个看着顺眼的吗 在我看来真的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哈 他们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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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貌上 就是这个形象上都不能过关啊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选民的挑选啊 然后考验啊不像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 上去的这个这个总统也好 总理也好啊 总是需要演讲嘛 需要赢得选民的支持啊 这共产国家就中国这种奇葩国家 就是来上级来任命哈 我觉得现在搞的国内吧 搞的跟封建就比封建社会还不足 就是 就是完全是朝西朝鲜这种这条路路上狂奔 非常的糟糕哈 我觉得非常的糟糕 在我看来 很很痛心 就说比如说不让不让大家上网 你想想看在美国你说不让大家上网会是什么一个结果啊 你这个政府第二天你就下台了你 你太荒唐了哈 这种事情真的很荒唐 就是我觉得与人民为敌永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郭文贵吧 真的在我看来 支持郭文贵就是代表支持正义 关注郭文贵 就是关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谢谢大家 这是我第一次录视频 讲得不好 请大家原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